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7月12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带您来看到新竹县动保所和评件委员 昨天是到六福村进行两年一次的动物展演评件 这也是动物展演管理办法从2019年发布之后 六福村首次进行展演评件 最后是以71点66分通过了两级评件 获得了展演两年 不过评件委员也针对东非沸沸区遮影不足 还有鸟园阳光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新竹县首次举办的动物展演评件登场 三位评件委员11日到六福村 针对园区环境和动物状况等项目展开整天行程 六福村十年来有八只长颈鹿死亡 今年三月又发生沸沸脱逃遭到枪杀的事件 如果这次评件没有六十分 可能将会面临撤诏 最后六福村是以71点66分通过两级评件 获得展演两年 评件委员要求园区尽快帮沸沸植入晶片管理支数 另外还有大西部鸟园阳光不足 六福庄园两只犀牛活动空间太小等提出建议 而本月7日动保团体也指出黑熊活动空间小 只能够不断绕圈 红鹤是水禽类 但是在后场却没有水池 它们其实是大型的水禽 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曾经检举 但是防治所因为一直没有进行会看 所以我们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应 包括大西部鸟园 它这个鸟园的部分 它有一些区域可能阳光缺乏 那可能有些生病的这个鸟 可能需要做一些适当的隔离 对于外界曾经质疑评件黑箱 动保所也公布三位由农委会提供的 评件委员名单 都具有专业动保背景 各项需要改善项目将会公开在动保所官网 原方则是回应后续将会持续优化场域 和完善园区的设施 桃园昨天发生一起细水溺壁的事件 有七名国三学生相约到小屋来 天空步道附近的雨内溪玩水 结果有其中三个人 不小心掉进了溪流里失踪 警消互报之后 赶抵现场陆续救出了三个人 但是紧急送医之后 三个人都还是宣告不治 最近天气热吸引民众到户外细水 但十一号下午一点多 七个国中生相约到没有开放的桃园小屋来 天空步道附近的雨内溪玩水 却不幸发生意外 其中四个人跑到深水处 三人跌落溺水 一人受困对岸 救难人员获报后 紧急到场抢救 陆续把人救上岸 不过其中两个人救起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分别送往恩主公医院 跟国军桃园总医院急救 但不幸三人都宣告急救 无效死亡 校方则表示这七个人国中毕业 十一号放榜都录取高中直校 相约出游没想到传出二号 校方已前往医院协助家属 出示地点雨内溪上游 有警示牌公告为禁止细水区域 周边也有架设围离 禁止民众进入 封管处有发现 部分围离被民众破坏 已经赶紧修复 封管处表示 由于民众前往禁止细水 只能劝导没有相关罚则 封管处未来将会请住警 加强巡逻及劝导 以避免民众再误闯细水 记者张鼠云 欧容林志坚 桃园报道 天气资讯带您来看到 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台东县的长滨 有三十七点四度 今天还是一样的天气形态 中午的时候在云林 台南 高雄 还有屏东地区可以看到 都是橙色灯号 有连续出现三十六度高温的几率 而在台北市还有花莲地区 则是黄色灯号 今天西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 还没有下雨之前 各地依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今每两天主要下雨的区域 会是在花东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雨 西半部地区则是要留意 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而到了星期六之后 南方水气就会开始慢慢的增多 在南边还有东半部下雨的情形 会比较明显 而周末之后要留意菲律宾东方海面 到南海附近这一带 可能会有低压系统发展的几率 南方水气会比较增加 下雨的几率是越来越高 天气看完 持续带您来看到 屏东万丹乡的泥火山 昨天再度喷发 附近的庙方人员说 前几天就有闻到硫磺味 而昨天喷发处 一共是有三个地点 其中一处是民国95年喷发之后 历经17年再度喷发 所幸这一次喷发孔比较靠近水沟 加上一起倒作已经收割完毕 所以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大 像海浪拍打般的巨大声响 不断传来 最高将近一层楼 屏东万丹乡泥火山 11号凌晨到清晨 被民众发现不断喷出泥浆 喷发地点一样在黄元圣殿附近 共有三处喷发孔 其中一处十几年没有喷发过 这次也冒出滚滚泥流 庙方人员说前几天闻到硫磺味 十一号就发现泥火山喷发 检视喷发处离水沟较近 加上一起倒作都已收割 对农作物损失不大 但最近天气热又碰上花蓮 刚发生过五级有感地震 也让庙方人员怀疑是否有关联 学者说地下是恒温的状态 泥火山喷发若以历来研究资料显示 与天气变化的直接关联性不大 因为泥火山主要是地底下水气压 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后释放而造成 志九王亭 陈显昆屏东报导 一起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中国时报 国民党挺郭派中常委硬要换猴 将会在今天中常会提案 要求党中央落实总统提名 三阶段整合承诺 两个月之内在菲律阵营中 整合出一组最强的候选员 欲以此终止7月23日全代会 处理侯友宜的总统提名案 自由时报来关心的是 行政院核定消防 海巡 空中勤务 移民 还有航空测量机关专业人员 危险职务加级表修正版 将各级别知己数额调高15% 这是27年来首次调整加级 此外行政院也拍板 明年补助民间单位社工人员 薪资起薪调高8.16% 调整社工人员起薪 三万七千七百六十五元 社工督导则为四万四千两百三十九元 预估大约会有一万人受益 联合报来关心的是 车辆不理让行人重罚六千元上路之后 不少驾驶都在抱怨三保行人变多了 让驾驶人大感无奈 行人闯红灯或是在交通频繁道路 愿意奔跑息息可以罚五百元 交通部长王国才昨天表示 将会检讨是否要提高罚缓 但是专家认为 报复性提高罚缓并非解邦 更可能会造成不同用路族群的对立 天气热 有不少机车骑士怕晒伤 在等红灯的时候会停在阴影处 结果在高雄就有民众 因为这样就差点撞上 原本想要检举 但是警方认为 这是在停等红灯 旁边有车辆可以通行的空间 不算是任意骤然减速刹车的违规行为 阴阳下骑车 不少民众选择停在阴影处 但有些阴影处明显离路口号制 还有一段距离 9号下午4点多 高雄有民众骑乘机车 行进钢山区富贵西路 前方车辆突然停下 骑士赶紧转向才没撞上 认定临停马路中间的行为太危险 民众将行车影像放上 脸书社群 也打算向警方检举 却得到警方这样的回应 检方表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 条例中有规定 汽机车驾驶不是突发 行驶中任意减速刹车 或在车道中暂停 可罚最高两万四千元 但影片中突然停下的骑士 是为了停等前方红绿灯 刹车灯亮起也显示停等事实 加上旁边有路可走 没构成违规行为不用开罚 但也引发不同看法 红绿灯下面的阴影 或者是路边有树印的话会停在那边 可是这个前提是前面已经有很多车子 你刚好能排到那里 南台湾陆下后相当炎热 其实坦言都会想躲太阳防晒 当山分局则表示 警政署已向交通部建议修法 增定相关状况处罚规定 也得到回应已在进行中 后续若通过 将可让警方执法更有依据 也减少争议 记者王廷孟昭全高雄报导 有不法集团假借开发新药的名义 向大同大学租借了产学合作实验室 结果最近三年 其实都是在钻研制毒的技术 去年三月份因为操作不慎 引发火警 全案才被检警发现 校方回应 在租借期间都没有发现异状 强调未来会强化监管 镇镇农烟 窜天机外墙烧得较黑 消防人员不水现灌旧 去年三月大同大学突然窜火蛇 起火点在产学合作实验室 火掉到场才见 经见毒品残渣 监禁展开秘密调查 就在火警发生后 合作厂商不续租就怕东窗事发 北中南另辟据点 监禁建实际成熟 兵分多路攻坚 逮捕张姓祖先等十二人 超过满满毒化学品 光扣案的毒品先驱原料 零同就有三点二公顿 万一制毒完成 可产出三百公斤的凯塔命 换算市值高达四点五亿元 走在最前头就是布法集团主席 有化工背景的张姓男子 是某医药生技负责人 租下产学合作实验室 从每月四万租金后来扩大成租 每月得付十六万元 假借开发新药 用合法掩护非法 在校园钻研制毒技术 长达近三年时间 但校方却不知情 学校会定期跟不定期 会到他们的实验室去访试 都没有闻到一些 比较刺鼻比较特殊的味道 那他也告诉我们说 他们只是一个基础药品的一个研发 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去 就没看到这样的问题 校方回应对于厂商合作 都有一套审查 SOP进驻后也会进行访试 只是这回遭到不法集团找上门 即使清查过后 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产学案 但校方也强调将来会加强相关监管 记者传言谢企与年轻伦 台北宜兰报导 在彰化有一名补救老师 在多年前因为对学生有侵犯行为 被判刑两年 没有想到近期又传出这名老师 她在出狱之后撕接家教 一名多年前受害的女子出面指控 说在国中放学补习的时候 被老师侵犯 初步了解受害者至少有十个人 圣派女子湾小姐出面指控 十八年前就读国二的她 遭到国中数学老师 利用课后家教的机会加以侵犯 学生的课业压力大 所以就是会用按摩的方式 只能说就是小时候真的不太懂事 因为她已经是被界定成狼食 那我觉得她不应该再开班首课 Y小姐表示当时就读彰化 几乎一所国中 放学后就到代性数学老师 加补习 但却多次收到老师 以按摩或矫正姿势的借口 碰触身体 甚至做出侵犯行为 时间长达七年 而在校期间 这名老师还同时 对另外三名女同学骚扰 初步了解受害者至少十人 习胡镇长表示 戴信老师二零一七年 就曾经信骚学生 被以妨碍性自主罪 判处两年的有期徒刑 而且遭到研究解聘 如今又传出这名老师 四届家教 受害者决定向正宫所求助 并到检局提告 幸福表示 该名老师已经不具教学 资格 会依照 违反补教法来查处 我们检查 他是属于未立案的话 或者是有违反补教法 相关的规定 应该是会请他立即停招 进行彻查 是否还有其他 不是任教师 藏匿在补习班当中 人本表示 政府应该对历届学生 启动扩大全面性的调查之外 也要确实对补习班 和家教班启动检查 避免成为不是任教师的藏匿漏洞 记得林健身 张华报导 儿福联盟发表 儿兽网路安全 及网路试读现况调查 儿兽使用网路时间 平均每天四点六个小时 一周高达了三十二点二小时 相较于三年前的调查 明显增加许多 这也让儿兽面临到 骗财骗色骗个资的三大危机 手机在声控档 就看YouTube和Instagram 儿少上网网路社交已成常态 儿福联盟公布 国高中生网路安全调查 不含做功课和网课 二零二三年平均每天四点六小时 一周高达三十二点二小时 相较二零二零年调查的二十七点二小时 增加许多 而且有近四成儿少认为 和陌生人在网路聊得很开心 就觉得是朋友 相较先前调查 对陌生网友的戒心下降 平均每五个儿少 有一人曾被诈骗 两成一曾遇网友特殊需求 其中五成九被网友要求交往 还有四成一的儿少 曾给网友个资 高尔森多里斯的朋友 曾被网友外流私密照 调查也发现儿少网安知识来源 主要是Google搜寻 其次才是老师和家长 而且有百分之十四的儿少 只靠搜寻网路 为与市长讨论 学校的网路安全教育 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状况 就他教的东西都是很古板 你不要去ATM操作这个东西 对我们自己来说 就是网路媒体素养 学校教的东西 其实都非常老掉牙 而且也非常不实用 学校教的很古板 不符现实情况 儿蒙建议网路安全教育 以情境式和案例教学 而父母不是一昧禁止使用网路 或只是管控使用时间 一起讨论网路危害与对策 才有可能提升孩子的网路防御力 记者您小会 沈志明台北报导 汉光演习将会在二十四到二十八号登场 这一回的重点 包括是平阵转换 国土防卫等内容 而台东的丰年机场 在这一回首度被征用 要验证民用机场转战备能力 在昨天的军机预演当中 也吸引了不少军事迷的围观 国军西洋三栋运输机顺利起降 完成运补演练任务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 这一次演练新科目 首度征用了台东丰年机场 要验证民用机场转战备能力 旗舰也有两架F16V冲场 吸引大批的军事迷一早就在围墙外守候 就是为了捕捉军机身影 近来共军不断在东部外海活动 国军这次不仅将资本海岸 首次纳入红色沙滩 进行反登陆作战场日 也征用了丰年机场 让台东成为演习重点 另外主战场台北第三作战区 则由陆军航特部的阿帕际攻击直升机 还有黑鹰直升机 从桃园龙坛起飞 前往台北港以及关渡 执行快速激将应援任务 国防部11号也公布 汉光39号士兵演练 从7月24号到28号 演练重点包括平战转换 战力保存 24号由桃园的童星演习开场 25号则在台东验证整体防空作战 26号联合节级作战 在淘基 27号联合国土防卫作战 则在台北港淡水河等地 国防部表示 这一次汉光战力保存 防空电子网络跟认知作战等 是贯穿全程 也提醒依照往年经验 相关的假讯息容易在社群媒体流传 试图打击国军士气 分化民心团结要多加注意 记者韩英朋友组 张明哲 詹淑云综合报导 巴拉圭总统当选人贝尼亚 在8月就任之前率领后任官员先行访台 贝尼亚表示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两国关系应该要更加靠近 展现挺台的态度 至于是否会邀请副总统赖清德出席就职典礼 也备受外界的关注 巴拉圭总统当选人贝尼亚十一号率领后任外交部长等官员访台 贝尼亚五月刚从大权获胜 八月就职典礼前先行来台 适逢七月十二号台八建交六十六周年纪念日 贝尼亚表示这对深化两国邦誼具有重大意义 他很高兴能够继学生时期之后再度来台 而在此关键时刻 两国应该要更靠近 贝尼亚立场友台更在推文称 总统蔡英文是好友 此行将跟政府总统会面 是否会亲自邀请赖清德出席就职典礼 也备受关注 也将强化与台湾的双边合作 另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一双安倍招会 也预定十七号要访台十天 期间出席台南场的安倍晋三纪念影像展 安倍晋三原本计划去年七月底访台 却不幸在助选行程中遭到暗杀身亡 安倍晋三这次来台预定前往五指山追到前总统李登辉 这也是安倍的遗愿 另外也将前往高雄参观安倍同校 并且会见总统蔡英文跟副总统赖清德 记者韩英朋友组整理报道 泰国总理帕拉玉十一号宣布退出政台 承诺看守到新政府组建 在泰国许多反对者眼中 总理帕拉玉下台是早晚的事 他十一号的声明 自任掌权九年成就许多工业 表示身为总理 为造福亲爱的人民 努力保护国家宗教与君主制 成果有目共睹 在各领域强化国家稳定与和平 克服国内与国际上许多障碍 今年六十九岁陆军司令出身的帕拉玉 二零一四年发动政变夺权 并承诺还政于民 领导军政府直到二零一九年大选 接着以军方自导自演 在国会洗白推举担任总理四年 今年五月十四号大选 他所领导的团结建国党 只获得三十六席 当时各界均以预测 他的政治生涯走向尽头 保皇派的帕拉玉掌权期间 挺过许多法庭诉讼 众议院信任投票 接头抗争等挑战 反对派则认为 他是个没有获得民意相挺的机会主义者 泰国年轻族群二零二零年发动学运 最后演变成大型反政府示威 要求独裁统治的帕拉玉下台 提出多项收线诉求 就在帕拉玉宣布退出政坛之际 新一届国会选举将于十三号登场 并选出新总理 公事新闻黄韻玲 北约峰会在立陶宛登场 而瑞典申请加盟案也获得了重大突破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意 把瑞典的加盟案送交土耳其的国会批准 但也希望欧盟能够重启土耳其的加盟谈判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跟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 十号双双非底立陶宛准备出席十一号登场的北约峰会 两人随即跟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举行峰会前的特别会议 正在瑞典加盟案进行磋商 会后史托腾伯格对外宣布 埃尔多安已同意将瑞典加盟案送交土国的国会进行批准程序 也象征瑞典加盟北约已扫除最大障碍 纽约时报指出土耳其国会正在开议 议期到7月27号结束 根据芬兰入会经验 从土耳其国会批准到芬兰正式加入北约 只需要两个星期 就看土耳其跟匈牙利国会何时批准 史托腾伯格表示 相信匈牙利最终也会批准此案 一级达立陶宛的美国总统拜登 对瑞典渴望加盟北约的突破表示欢迎 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也声称 这对瑞典来说是美好的一天 俄国去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 5月长期保持中立的瑞典跟芬兰 担心俄国的军事侵略正式申请加盟北约 芬兰今年3月已完成加盟 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 但瑞典的加盟案 一直被土耳其以瑞典窝藏 被土国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德族 民兵成员为由持续阻挡 而这次土国态度180度转变 似乎另有目的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 从2005年启动到2016年就已停滞 埃尔多安10号稍早表示 土国如果同意瑞典加盟北约 也希望欧盟能重启跟土国的加盟谈判 意图将两者挂钩 对此欧盟立即强调 土耳其不该把两者混为一谈 但瑞典已发表声明 这时重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 公众新闻 接下来请编译 西方的强权国家 曾经把许多亚洲 还有非洲国家 当成自己的殖民地 掠夺当地的自然资源 还有文化保障 今年来有不少国家 开始归还掠夺品 并且公开日欠 像是荷兰政府在时候 归还了在印尼殖民时期 所掠夺的文物 10号位于荷兰莱登的 荷兰国立民族博物馆 荷兰与印尼政府完成签约仪式 荷兰将当年在印尼殖民时期 所强占掠夺的珍贵文物 正式归还给印尼政府 荷兰政府在上星期宣布 将归还在荷兰 与斯里兰卡殖民时期 所掠夺的文物共四百多件 而这次归还印尼政府的文物当中 包括13世纪金制雕刻的寺庙石像 珍贵的珠宝首饰 以及被称为龙木岛之宝的 黄金制品等等 例如这些宝贵人背后 他们有特别的 role 在宝贵 所以帮他们回来 意思是我们再次继续 进入他们的文化 这当然是我们的 重要性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重要的 我认为中国的一刻 也就是一个重要的一刻 荷兰西元1602年成立东印度公司 1619年征服雅加达 大量获取香料跟贵金乳等矿产 并掠夺当地文物 东印度公司破产后 1816年由荷兰政府接管 荷兰1942年不敌日军退出印尼 日本占领印尼直到1945年战败 该年8月17号 印尼宣布独立 但荷兰不承认 使用过度武力镇压 直到1949年12月27号 才宣布印尼独立 对此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2020年3月 曾亲自访问印尼 当面对印尼政府致歉 也承认印尼的独立纪念日 是8月17号 这几年包括德国 法国跟比利时等国 已逐渐归还 当年在东非殖民时期 所掠夺的文物 也纷纷对过去的殖民作为 做出反省与致歉 公主新闻 就也请编译 来看到中国面临到经济下滑 还有失业率增加的情况 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轻族群 有不少中国青年 选择出门摆摊 至于在香港 则是因为房价上涨 让青年面临到住房考验 香港政府推出了饭店 转为青年宿舍的方案 租金便宜三成 认真调制饮料 像是在吧台工作 但镜头拉开 却是在汽车后车厢里面 中国经济下滑 失业率增加 年轻人工作难寻 有人突发奇想 把后车厢当作摊车 可以开到哪卖到哪 直接在马路边就摇起饮料 中国就业市场萎缩 年轻族群首当其冲 青年改摆摊做生意 不只工作时间自由 也可以自己控制工时 有些人更只求三餐温饱就好 但经济冲击下 就连中年妇女也开始拉着提箱 在街上就卖起鲜花 中国青年面临就业困境 香港青年则面临住房难题 不过为了让青年有个家 香港政府推饭店转座 青年宿舍 推开房门 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床 卫浴设备 小书桌都有 想要煮饭也有公共厨房 住进青年宿舍 每个月只要四千一百港元 大约新台币一点六万元 就可以租下大约九坪的空间 比附近街区便宜三成 相关计划锁定十八岁到三十岁 月收入不超过二点五万港元 大约十万台币以下的族群 每年还得配合完成两百小时社区服务 但港府就是希望透过补贴 解决年轻人因为租金太高 无法独立租房的问题 记者欧容谢正宁整理报道 日本福岛的核废水排放议题 引发了邻近国家关注 日本国内也持续有反对声浪 其中最受冲击的就是渔业 为了要说服渔民 东电在福岛合一厂里面 进行了养殖试验 不过还是很难取得渔民的支持 公事团队也走访了当地 实际探访渔民的现况 在福岛县最大的渔港小民兵 各式各样的渔获摆放整齐 等着渔饭投标 不过这样的渔获量和核灾前 相比有巨大落差 因为风频被害 福岛渔业只回复到灾前的两成 下游的批发商店家也跟着萧条 如今冬电又要将福岛合一厂处理水 排放海洋 对渔业来说是雪上加霜 为了渔说渔民 冬电去年11月开始 在电厂内进行生物养殖实验 选择福岛特产比目鱼和鲍鱼 作为实验对象 冬电表示 饲养在寒川处理水中的 比目鱼和鲍鱼 生长状况跟在一般海水中差不多 冬电希望透过实验 得到渔民跟消费者的支持 但反对人士质疑 冬电的实验期间 至今只有七个月 而且实验室的状况 和海洋完全不同 福岛的渔民团体 对海洋排放也表达坚持反对 今年四月福岛在地媒体 福岛民报对县内五十九个 市町村长做意见调查 百分之九十三认为福岛电厂排放处理水 会对当地造成风平被害 百分之五十九表示 对政府的海放措施不了解 显示福岛多数民意 对海洋排放人抱持反对态度 如今处理水海放成为定局 对福岛的渔业 甚至周边产业 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和影响 仍有待时间验证 记得陈庆中张大萍 日本采访报导 镜头焦点转回国内 来看到南部地区的登革热疫情升温 上个星期新增了一百二十五例的本土确诊 其中又以台南最多 还有外扩的趋势 同时也新增了两例重症个案 所以卫生局是紧急设置了筛检阵 帮有疑似症状的民众抽血筛检 卫生局人员到台南人的区帮民众抽血做检测 看看是不是感染了登革热 因为南部本土登革热疫情持续拉警报 机关署公布上周新增一百二十五例 本土登革热病例 其中以台南市一百零四例最多 而且有逐渐外扩趋势 并新增两例登革热并发重症病例 其中一例还在加护病房救治中 另外近期流感疫情虽然趋缓 可是流感并发重症通报数尚未下降 上周新增二十五例流感重症病例 并新增八例死亡个案 年龄介于五十到八十多岁 其中六例没有接种本季流感疫苗 至于第四波新冠本土疫情 上周每日平均新增一百九十例 本土并发症病例 又下降百分之八点二 机关署研判高峰期已过 预估接下来会持续下降两到三个月 而喉豆疫情持续 上周新增十一例本土个案 传播风险人高 提醒高风险民众 尽早接种两剂喉豆疫苗 记者赖水平蒋龙翔 温正恒台北台南采访报道 台北市南京西路 因为二次坍塌紧急封路抢收 已经在早上六点钟完成了管线配管作业 并且进行道路复旧作业 预计明天晚间就可以通车 而近期全台湾各地陆续传出有天坑的意外 有专家是认为 政府没有建立好完整的3D地下涂资 造成了无法有效管理 也呼吁地下管线的开挖整合 要经由共同管道 减少开挖的频率 灌江稳固结构 台北市南京西路八日晚间塌陷的天坑 回田后又二次坍塌 紧急封路草修 徐日上午现场正进行污水管布设 后续带路面整平后将进行透地雷达施作 都OK都而且有超前的透地雷达的扫描 那针对底下有一些 如果有孔洞的部分 我们要做砖孔灌江把它补满 最近全台各地大大小小天坑意外不断 发生原因不一 日前信义区崇德街一处建 旁的马路发生塌陷 竹北市也发生天坑吞噬特斯拉的意外 专家认为政府未建立完整3D地下涂资 导致无法有效管理 每次都是遇到灾害才补救 因推动土木工程法立法 专家归纳地层塌陷三大原因 包括水沙值地址管线破洞 呼吁地下管线开挖整合 应透过共同管道减少开挖频率 降低天坑的发生几率 天坑事件频传 民众若因此受损该向谁求偿 律师表示关键在厘清道路塌陷原因 再由主管单位负起赔偿责任 若工家机关要负责 民众可请求国家赔偿 若是建商等私人单位酿货 也要负起损害赔偿责任 这是黄瓣陈伯月 泰报道 国内自小客车多数会在挡风 玻璃车窗贴隔热纸 不过有立委质疑 很多先进国家都已经制定了 车窗隔热纸的透光率规范 但是在台湾却没有纳管标准 有行车安全上的疑虑 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是回应强调 过去没有相关的研究显示 隔热纸会影响到行车视线 未来将会分阶段 从计程车优先实施 天气好热 为了阻隔太阳 不少民众会在汽车车窗贴上隔热纸 不仅可以防止紫外线照射 也可以降低车内温度 主要是怕热而已 它基本上是全透明 但是是可以 就看得到对面 当然是怕热 可是问题是重点 不是政府有规定 我们不能装隔热纸吗 所以我们都没有装 不过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批评 隔热纸透光度纳管 全球都在做 只有台湾是采独步全球的目测法 没有标准也没有纳管 就以临近的新加坡 香港日本为例 他们的前挡前窗透光率 都不得低于70% 如果车辆前挡风玻璃的 隔热纸太黑不透光 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孕妇走在马路上被车撞死 然后小朋友走在行传线上面 也被车撞到 我们想要的是说 你跟其他国家一样 驾驶从他的车内看出去 要能够最起码看清楚吗 因为当时是为了人身安全 所以我们在检验的时候 王国才强调过去没有相关研究显示 汽车隔热纸会影响行车视线 有些国家也不是全部车辆都纳管 未来将分阶段研溢 第一阶段优先以全台九万辆 计程车实施纳管 再逐步扩及一般自小客车 记者最好报道 TPAS通勤月票上路第十一天 使用突破了八百万元次 但是中南部地区的使用率不如预期 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特别预算在做TPAS的时候 就已经有计划中南部的 公共运输强化方案 会早点建好 希望能够提升使用率 为了减轻通勤族交通费用的负担 北中南三大生活圈 公共运输通勤月票TPAS 正式在七月一号上路 根据公路总局的统计 累计到七月十号 已经有四十九点一万人次 加值购买 其中既北北桃生活圈 三十五点三万人次 中章投苗生活圈 二点三万人次 南高坪生活圈十一点五万人次 北北七都有嘛 对 会比较划算 到处都可以用 像学生来说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 尽管三大生活圈月票 即将突破五十万人次使用 但从公路总局的统计 也可发现有八成的使用人次 是集中在基北北桃生活圈 中章投苗与南高坪生活圈 只占两成 高雄人本来大众运输使用的 意愿上就比较低吧 好像大家习惯骑机车 我做的需求没有很大 你假如说需求量大的话 我可能就会买啊 中南部地方 反正就是许以廣人席的状态 这样要做公共建设 反正就困难 也1200或者999宴 也不是一个很能够 给他支援的方法 中南部还有空间 可以去施行这一种 跟生活结合的 比较紧密的公共运输 学者认为一旦等候 步行时间过长 都会使公共运输使用 失去诱因 该如何让运物净化 为多角化经营 提升便捷度 都是政府该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特别预算在做TPAS时 就配套措施 针对中南部公共运输加强方案 北部的捷印怎么密 中南部的捷印 甚至像台南都没有捷印系统 怎么样让中南部的 整个公共运输的条件 包括入网能够捐钱 也是我们一定要来协助的 网络才强调 这对中南部会在公运计划 跟明年启动的电动公车 泰换计划协助 早点把公共运输建好 让使用率能上升 记者有了张国良 许正军 台北高雄报道 诈骗集团猖獗 政府是多管旗下来打炸 监管会召集了各银行高层 宣布两大豁免措施 包括打炸被客宿 不会列入客宿建树 至于金检机核 也不会被列为缺失 各银行组成了鹰眼联盟 将会强化被害人的灵贵关怀 还有车手ATM取款等防炸 重点工作 老富人突然凌贵 要汇出大笔资金 还好行员警觉 通知警方到场 才资源他被诈骗集团 沉上 差点被骗走巨款 有距离诈骗集团猖獗 政府多管旗下打炸 金管会召集各银行高层 不达两大豁免措施 如果打炸被客宿 不列入客宿建树计算 金检机核也不会被列为缺失 那他可能因而心生不满 而跟银行局这边来做投诉 那像这样的案件 我们就会去了解他的内容 可能就不记录 承认检察官的富邦银行 蔡佩玲 惠中分享各银行组成的鹰眼联盟 面对被害人受骗零贵 以及车手制ATM取款等的防堵 透过设计出来的防诈鹰眼模型 及时掌握阻诈 和警方合作歹人 台北市警局也邀请各银行人员 针对协助拦阻诈骗的经验 进行交流 警方强调假投资 假爱情诈骗都会结合网路 和银行资金流出 因此与银行端的合作更显重要 而根据刑事局的统计 多达九成的被诈金额 都是从银行流出 除了零贵诈骗 打诈上 更要扩及到网银及ATM 接着陈阿新 张宇佳 吴雅渝 台北报道 M2运动延烧 有立委主张性骚防治要增列性贫条款 如果加害者获得政府的相关奖补助 经过调查确实有涉入性骚事件的话 应该要依照情节的轻重 对加害人停止补助 另外政府也宣示性贫三法的修法 行政院长陈敬仁指出 草案将会在本周四的院会通过 送立法院省议 2021年底 国家文艺奖得主 撒谷流 巴瓦瓦龙爆发了性贫争议 去年被提起公诉 而近期台湾MeToo事件爆发 类似这样 在艺文领域 有杰出表现的人 被指控性骚 性侵等事件 也不断传出 最希望保障的就是一种创作上的自由 当然也包括情欲表达的自由 那这个背书如果说让他们拿去做这种性骚 性侵的借口的话 国家等于是进入了一个共犯结构 部分的性骚家汉人 曾经获得政府的奖补助 德立委认为 性贫三法修订要增列性贫条款 受奖人如果有性骚相关事实 要有相关的机制撤销或收回奖补助 目前国内有性贫三法 包含性骚扰防治法 性别工作平等法 还有性别平等教育法 但三法分属于不同的主管机关 有妇女团体和学者认为 根本无法保障被害人 惩罚行为人 他会说我就是想要告那个行为人 可是在现行的法律系统里面 他们没有办法按照性骚防治法 去提出申诉 就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做切割 修正法案目前进行了相当的顺利 一定会在这一个星期四的院会 就来顺利通过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妇女团体提出了性贫三法的修正草案 除了要求国家担起责任 也认为要修法加重雇主责任 情中院长陈建仁表示 相关的修法正在顺利进行 希望七月底之前顺利通过 才可以保障被害人 并有效惩罚假害人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地中海岛国塞浦勒斯 也被称为猫岛 因为当地有超过一百万只的猫咪 可能比全部人口还要多 但是这几个月来有大量的猫咪 感染了冠状病毒 引发猫传染性附膜炎 动保团体估计可能已经死了三十万只 不过因为治疗猫咪的费用昂贵 情况一直没有改善 看到人就粘上去逃摸摸 不时发出呼噜声 地中海岛国塞浦勒斯素有猫岛称号 岛上猫咪数量达百万只 几乎跟人一样多 他们随处可见个性惊人 融化不少人的心 但这些猫小孩最近却面临生存危机 年初起岛上猫咪陆续被发现感染冠状病毒 引发FIP猫传染性附膜炎 一只接一只死去 猫咪罹患FIP后会出现发烧 腹部肿胀虚弱等症状 有时还会产生攻击性 塞浦勒斯农业部估计 目前已有上百只猫死于FIP 但动保团体认为实际死亡数量 远高于官方数字 一月以来至少已有三十万只猫咪死亡 而且病毒还在持续扩散 猫感染冠状病毒并非无药可医 但现有两款药物 其中一款没有获得当地政府授权许可 另一款进口药则是价格太高 每只猫需要花三千到七千欧元 约十万到日四万台币才可能治愈 动保团体和四组都难以负担 部分民众只好冒着犯法风险 上网路黑市购买药品 但来路不明的药物 可能带来更未知的风险 猫咪感染问题也没有解决 动保人士批评放任猫咪死亡 等同虐待动物 如果政府不拿出办法 猫岛最后恐怕变成死猫之岛 塞浦勒斯政府表示 正在研究欧洲相关治疗药剂 会努力挽救这些毛茸茸朋友的性命 公事新闻 双铃编译 随着太空任务越来越复杂 新的太空衣也跟着改良 除了标榜可以适合的气温 从摄氏负一百七十三到六十度 还比目前生产的太空音重量 减轻了三十四公斤 美国太空人花六小时 太空漫步安装太阳能板 让太空站供电量增加百分之三十 为了达成这样的任务 他们穿上EMU太空衣 里头除了设置通信系统之外 还有生命保障系统 一般人对太空翼的印象是又大又厚重 但在巴黎航空展 全新亮相的太空音获得升级 此 Pro移子就是10克百分之三未知 就是搅臨的空ное 在启动器爆装com 专专专专业几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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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o 1969年美國太空總署的阿波羅計劃 首次將人類送上月球 太空人阿姆斯撞踏上月球時 就講了這句名言 早期太空衣任務結束就不會再穿 立刻被丟棄 隨著太空任務越來越複雜 裝備也跟著日新月異 巴黎航空展的太空衣 就比目前所使用的輕了34公斤 讓太空人更方便移動 實驗人員穿著造價幾億美金的太空衣 正在測試它的性能 這款全新的太空衣由一萬八千個零件組成 航空公司說有些新科技是秘密 不能說 而最新版的太空衣 預計二零二六年在國際太空站上運用 公視新聞 沈怒沸編譯 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各地的天氣預報資料 繼續來看今天的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朱鳳志 明天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